1974年政府推动十大建设 公路局也开始进行苏花公路拓宽工程 逐入人在不稳定的边坡上 凿臂 爆破 生死于瞬间 历时16年 苏花公路终于成为一条可自由通行的双向道路 西域中央山脉 绝壁断崖 东陵太平洋 陆桃开岸 其中东澳 南澳和清水段 意外频传 2010年10月 梅基台风清台 苏澳 南澳降下超大豪雨 涂施崩滩 再度冲溃9公里的路基 这起26人死亡的悲剧 也促使苏花改计划 在当年拍板定案 施工9年 每天动用上千年的劳力 才造就这条在落石下和安身回家的路 历经百年沧桑 这条天险之路在翠绿与湛蓝间 倒进了他的前世今生 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 蜻蜓为杜绝日本队东部后山的寄云 先后派遣下县轮及提督罗大村 领兵签名 开辟平路一丈 山西六尺的北路 我要真的日记里面来看 就是说他当时接手的时候 路已经开到冬奥了 当时他驻扎在这里立一个碑 要到南澳花莲一个里程碑 同时也在这个地方捐了500元 然后盖了三间的瓦瑟 两间的茅塘 作为师储就是让这些的小孩子 在这边读书 罗大村驻班艺学成为苏澳最早的学校 挺进到大南澳时立下抵达碑 记载冲山俊里间内心最大的恐惧 来自原住民的出草 大多久也是当时那边的几个部落 包含像那个金泥布 或者是乡下的 同步子那边的泰鲁阁主人 它基本上那也是他们的领域 所以也是会遇到 泰鲁阁主人的伴侣 罗大村的部队历经四个月抵达花莲 这条北路如今的苏花古道 北起苏澳南至秀孤然水尾 沿路驻守的清兵不时遭原住民攻击 加上北路狭长难以维护 开路不过一年几乎荒废 13年后宜兰防营副将刘朝代 决定重开北路通往花莲 从韩西古鲁挺进没多久遭遇同袭 两个小时之内大概有两百七十几个清兵 清一代的兵包含刘朝代本身都被杀了 就被泰鲁主人灭掉了 清兵全数遭到歼灭 史称光丽领战役 在这之前台湾巡抚刘明传才刚上奏 全台升翻以全数规划 无疑是横甩自己一巴掌 再加上刘朝代是他的亲职 为了报仇发动南澳战争 他登上了五塔山 那个最高点 然后在那边设了炮台 对里面的泰鲁主做炮击 那最后结果当然清代文献就是说 最后泰鲁主人投降 泰鲁主人投降 然后日本人的纪录当然就不一样 日本人纪录是说流民船是战败 落荒而逃 然后他的兵为了逃回到海上 抢大那个船 落水淹死了不计其数 甲午战争后清典走了 日本人来了 为开采伊兰的张脑 和泰鲁主国此爆发冲突 总督府决定开辟 紧用大南澳艾永县 重启这条清代百米到南澳的北路 跟马上会把枪跟火药 卖给泰鲁主人 那对日本人来讲 他的艾永县就会破功 韩西孤鲁后面的山区 开了一条艾永县 全部用铁丝网围起来 还通高压电 因为他为了不让泰鲁主人 可以下山来 左九间左马泰为贯彻五年礼藩政策 在1914年发动泰鲁阁战役 同年镇压泰亚族南澳群 北部原住民几乎归顺在他的手中 大量的汉人也在此时一路南澳平原 肯拓与投资 那所以到了1915年的时候呢 伊兰花莲地方的人就发起一个叫做 东海纵断道路开凿速成监狱书 为因应民间需求 总督府另辟 东海徒步道 但地质多为大理石研盘 功臣异常艰辛 青安堂内的纪念碑 在光复后 原本的遭难碑 被磨去改科 开路先锋爷 悼念牺牲的英烈 1925年东海徒步道终于完工 此时的南澳平原 已是一个心心向荣 具有机械动力的农业社会 总督府为了让车辆也能通行 硬是排除 坍塌不断 多台风 多地震等恶劣条件 拓建东海徒步道 成为更宽敞的领海道路 这跟日本时代 汽车在台湾的发展有关系 那开始有巴士在 在线内开始在旁 所以也会有 依然到花莲之间需要巴士 通行的这个人的需求 苏花公路是一条 单向行驶的道路 1945年国民政府牵台 领海道路改名为苏花公路 隔年台湾省公路局成立 警察住在所成了盗班房 由盗工驻守随时抢修落实山崩 1950年6月7日 一场地震 造成清水隧道摊坊 第三公路段段长吴景文 巡视灾矿石遭落实击中 最害身亡 美丽又致命的清水断崖 在1953年入选台湾新巴井 和阿里山银海 玉山积雪齐名 1974年政府推动十大建设 公路局也开始进行 苏花公路拓宽工程 逐路人在不稳定的边坡上 凿臂 爆破 生死一瞬间 历时16年 苏花公路终于成为一条 可自由通行的双向道路 西域中央山脉 绝壁断崖 东陵太平洋 木桃开岸 其中东澳 南澳和清水段 意外频传 1972年大花公砖毕业旅行 在清水段遭巨石击落山谷 19人死亡 2000年巷神台风来袭 南澳段的九公里 因豪宇走山 呛修将近半个月 吐司持续攀落 所以那整个山头 从下边坡到上边坡 只要站得上去的挖土机 十几步都全部站在上面 2010年10月 雷基台风清台 苏澳 南澳降下超大豪雨 吐司崩瘫 再度冲溃九公里的路基 当时传出500多名用路人 受困其中 时让花莲副团长的林文雄 为抢路 救援和同事贤命 一路提进 讲到风险的确是有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我们跟在中海基后面 我坐那一部工程车 跟我们搶在同人在一起 那个外霸梁子 就是雨刷 从花莲开上来的时候 到和平就少掉一支 开到还没有到南澳 第二支也都断掉 十年过去依旧难言哀伤 当时一辆载买路特的游览车 已遭落石几重 这起26人死亡的悲剧 也促使俗花改计划 在当年拍板定案 施工九年 每天动用上千年的劳力 才造就这条在落石下 能安身回家的路 历经百年沧桑 这条天险之路 在翠绿与湛园间 倒进了他的前世今生